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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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接下來由我們同修 為盧軍鴻台港進獻鮮花 讓我們用掌聲 鼓勤盧軍鴻台港接受鮮花 鼓勤盿 李宗盛 李宗盛 讓我們用掌聲 感恩如視鴻台港 為我們此為了拍視 很高兴 上次呢 跟大家也是在这里见面 那么 很开心 我曾经说过 你们如果 喜欢我来讲 给你们看肚腾 那么我再来 你们如果年轻了 家里又改变了 我又来了 谢谢大家 实际上呢 真的要谢谢观世音菩萨 因为今天呢 你们是看不见 你们在那里 很可惜 来到来看到观世音菩萨 还有很多菩萨都来了 所以呢 真的是 我们真正的感谢 在明明当中 帮助我们的 观世音菩萨的众位 主持人菩萨 昨天呢 我在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听了很多菩萨的众佑 昨天有一个朋友 感觉说我 想起来 我不太想 我有三件事情了 结果人面已经吃过了 我求了学院 我说这三件事情都要成功 结果呢 他这三件事情呢 都是错了 他其中一件事情呢 他告诉我说 他说想在如太上来之前呢 他把生存了 就是路级啊 在那边他知道路级 不是做考英文的吗 他的英文呢 那是 可能是一怕虎 是吧 结果他去 他去考了 结果写错 人家这一名官司跟他说 你这个就忘了 可能再写 再教他 这就写错了 再教他 这就写错了 连续三次 分数是八十分考过 结果他考了八十五分 他就是谁在教他 哈哈哈 你们说这个 他说我在考试之前 我拼命跟他念 准提神作 他告诉我 准提神作真理的 这是昨天告诉我 还有昨天一个 我们摩登的 龙修呢 他在台湾的床间里 他也说了一个事情 他说 他的生意啊 过去全年金之前呢 很强 现在他做了生意 他念了金之后啊 他说明明这个生意呢 他本来是拿不到的 这个生意呢 结果人家主动给他下落 他是拿不到的 主动送上 把主动送上买了来 还好 他一定要叫他做 所以呢 他非常开心 他呢 告诉我说呢 你身边就提神 不得了 所以呢 还想说呢 我们呢 有时候呢 收心啊 最快的坚持 一个人要坚持 一个事情很不容易 你们大家想想看 我们就是一个家庭 要硬撑下来 都是很不容易 因为每一个家庭 都有很多的麻烦 有很多的困难 你们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不用坚持两个字 我告诉你 就像现在北京上海 我们去两个大城市 他的离婚率 一个是百分之五十一 还有一个百分之四十九 就这两个大城市 也就是说两对夫妻就有一对夫妻设立婚了 那么台湾给他们加一句 还有一对夫妻呢 是硬撑的 所以大家想一想 人如果不改掉自己身边的毛病 如果你不能随缘 如果不能跟人家放开自己 你想想看 你怎么跟人家合作 你怎么跟人家交朋友 怎么样跟人家打交往 现在的人都很自私 现在每一个人就为自己想 不会为人家想 你想想看 两个自私的人能跑在一起吗 你小气 他也小气 这个人一定会不好的 你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是这样 人家说有个都是搭配好的 一个都会说一点 一个都比较少说一点 一个都少说一点 那个大的都要 所谓多讲一点 如果两个人又喜欢讲 那对不起 整天家里就叽叽哇哇来了 如果两个人都不讲 家里心都没有 都是肚子里做活 所以学佛真的要懂这些道理 实际上人跟人就是这种运程 就是希望和明白 台长让大家的最后明白 你们大家都知道 台长给大家看图层很准 台长的目的不是让你们知道很准 我的目的是让你们以后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能够改变自己 我希望你们要好起来 为什么同样是人 有的人学佛身体又不是癌症 那有些人为什么就是很容易生病了 生癌症 我现在很多人过去是不是癌症 但是呢 他们呢 有没有学佛 等到一旦有一天 他们发现了某一个部位很痛 很痛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就去查了 结果一查出来的就是癌症 你们想想看 如果当一个人查出是癌症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他的感觉是怎么样 他很不舒服 他很难过 就像看死刑一样 这个时候他在想到 我工作也没有用 我的家庭也没有用 我的孩子也会离我而去 我所有喜欢的东西都没有 我的钱也没有用 所以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信佛 拜佛念经 因为医生捞住他 你没有多少时间 你想想到 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 才来拜佛学佛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早一点 就是像你家里房子 你经常知道肉属一样 你为什么不能早一点 把它修复好呢 台长在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前一阵子 苹果公司的老板 福布斯走啊 他有四十几个亿 他跟他爸爸打过两次电话 你们想想看 一个这么有钱的人 我们暂且不说他什么 我们就说他不孝 第二 为了工作 忘记了生命 他这些钱带着走吧 他有钱 有名有利 他什么都有 但是他就是比我们少一样东西 我们有命 而他没有命 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要再浪费自己的生命 所以台长最不喜欢的 就是很多人浪费生命 你们知道吗 浪费生命是什么 浪费生命啊 就是自己对不起自己 而且对不起自己的家里 你们今天来的这些朋友 台长把你们当朋友 把你们当好人 好人才能一生平安 那么台长在学博 教人家学博当中 我也是经常看见有些人 学了 后来学得不好 又慢慢的退 实际上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坚持 不能长期的坚持的话 这个人什么事情就做不好 一个人 如果相信某一件事情 我不能坚持 他一定读得不到 你想想看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说 我坚持要想哪个房子 我现在钱不够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如果我觉得钱不够的话 我就不停的去 这不钱 这不钱 你只要坚持 你一定能够把房子满下 你烧一股水 烧半天水可以开 那你想想 哎呀 水烧不开 我们烧了吗 那实际上 就是当你不想烧的时候 你再坚持一下 你再坚持一下 可能他就烧开了 所以学活要未再坚持 念经 一定要用心 一定要用心到一面的时间长 实际上 我们经常会遇到逆境来的 逆境是什么 不开心 烦恼 很多的麻烦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你过去 生活当中的感召 什么叫感召呢 就是你不顺利了 他的逆境就来了 你越 逆境越来 你越更顺利 他是一种恶性循环 举个点个例子 你这个人看见人家越是凶 人家越是对你凶 你的麻烦越多 当这个人 冲着你笑 你得到的也是回报是笑 实际上这种是有眼影和召唤 就是像台长的 我如果对你们今天真心 你们也会对我很真心 如果我对你们假心假意的 你们也不会这么真心的对你来讲 这叫感召力 你们在家里不好好做人 你们的家里就会很乱 你们在工作上不好好做人 你们的工作就会在上面找麻烦 这就叫因果的感召力 所以我们不能退心 我们修心 吃争无所带散 我今天跟你们要稍微讲得深一点点 因为台长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台长天天结束的 不是这些人 都是生了孩子之后突然一天精神垮了 什么都不知道 就知道囚 那个时候他们很痛苦 就像害死刑一样 那个时候他们才觉得生活是空虚的 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会离我而去 他们很可怜 你们跟这些人打交道很少 台长因为整天救助这些是男生的人 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心态 他们看见台长就有流泪 因为医生对他们说了 你们没多少时间 我们没办法救你们 你们想想看 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活着 应该黑白无常 再散步 如果你们今天经常吃素 你们的血液当中就是碱性体质 你们如果经常吃荤的人 你们的身体上就是酸性体质 而生癌症的人 医学科学家说的 有百分之八十 全是酸性体质的人生癌症 你们想一想 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一个人平时要多吃素 一个人如果经常念经的人 他能够避开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心经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人 能够开心化解你的愿意 所以心经为什么这么好 就是这个道理 台长给大家听到 要跟自己的大线做分配 我呢在来之前 台长呢从网上看见了 新华网上 报纸上有他们这一条消息 热辣将奇迹默认 专家称有生命危险 其他我们讲 我就讲一点给你们听 上面写着 啊 普华勇告负责人 瑞俊贝拉和气象群 一起固责撰写以上报报 他称热辣 已经成为莫尔本市民的隐形杀手 他说在围里中的黑色星期六的火灾当中 有一百七十三个人死亡 而同意中的极端的护蜀 只导致三百七十人死亡 你们坐在这里 你们在多二个里面 知道吗 三百七十人啊 你们还不知道天天的灾难 已经降临到我们的身边了 你们还有空去干嘛这样吗 你们还有空去为了一点的灵芽力啊 我看见一个老人家很狠 临此之前还让孟才长说 我就是恨死了我这个孩子了 我不要他见过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过去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你想想看他把他们不好的事情记了一辈子 人的细量是何等的小 人是多么可悲啊 就是刚刚掩藏信息 说明莫尔本已经有五百人死亡了 一百七十三加上三百七十个人吧 你们想想看 这个就叫现实 你们想想看 像是泰国五百人水淹一些死亡 你们看看一个地震死多少人 过去中国一个地震二十五万人啊 这个天已经在收人了 你们知道平均一个大医院一天死三百人了 全世界有多少医院你能告诉我 一天要死几万人了 收得很快 印度有一个报道说 自杀每天在印度是十三百人 平均 你们想想看 这只不过是一个国家 也就是说我们稍微流行 我们收盘安心 我们收盘安心 我们收盘安心的话 我们心里会想不通 想不通的人就会走极端 就很容易自杀 刚刚我这个土地跟我在后台下 我没有师父的话 我过去觉得我这个家不要 他干嘛 我没有目标 我没有方向 我天天在家里 我就不知道想干什么 我看见我的老公回到家 我看见我的孩子 我天天就是想不通的 师父我告诉你 他说 我好几次想死 现在我有目标了 我有方向 这是何者的作用 你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来啊 为什么要走啊 因为走的时候能带走什么 你们来的时候又带了些什么 什么东西 你们今天在座有这么多人 知道这个消息吗 我们搞传媒的 如台长搞传媒的 这些信息天天有 你们在座200里 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你们想想看 如果是你们的亲戚 在这个风暴当中是501 你们会怎么样想 再看天天为敬 希望大家要好自为之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心态 你们知道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的心态不好 会害死你呢 经常嫉妒人家 经常不开心 经常恨人家 你知道恨到最后 是恨死你自己啊 我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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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了 我难过 我难过 难过到后来是生病 大家想想看 这个心态很重要 人家好了 我要开心 人家不好 我要伤心 叫人伤我痛 菩萨就不一样 大家要想到心态好的话 心理平静 这个人不容易生病 情绪 大家都知道没 人家都有情绪 今天不开心了 明天开心了 好好的一个老公 一个老婆在家里 突然这些小八十一病 人家吵叫起来 砸东西 为了一点点事 为了一句话 马上都可以翻脸 所以人家说 现在的人啊 翻脸 比翻书还要翻 呵呵 我告诉你 真的 现在的人啊 哎呀 这些人是我手的 一往就翻起来 所以大家要懂 啊 实际上 身上有人性作坏 实际上 身上有很多 各种的东西 大家明白啊 所以 这些道 啊 所以 情绪不好 会严重的 影响你的免疫功能 你们想想看 生孩子的人 身体不好的人 有几个人 情绪好 有几个人 会生气啊 你们去听听医生说 当这个人身体不好的时候 医生总是叫他 啊 血压高啊 糖尿病啊 或者 比方说 每一样是症啊 或者癌症啊 情绪就好 要想开一点 不要难过 不要去恨 不要去说 医生现在就在劝你们了 不是如台长 今天在劝你们了 大家明白吗 啊 所以 啊 台长跟大家今天讲三点 一个是心态 决定的将来 你生意好坏 你的前途好坏 跟你心态有直接关系 很多人脾气不好 他的心态也不好 情绪影响免疫功能 第三个 生气会产生体内的毒素 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种毒素 这个科学家总就感觉出来 牛为什么会 里面的牛里面会有毒 啊 猪 啊 还有羊 因为当你要刷牌的时候 他身体里面会很狠 他会产生一种毒素 这个毒素就会影响你当时的体能 就是影响他整个血液 这种毒素会充满他的血液 我们现在上的就是 汽车当中的印记包裕 就是这种包裕 在里面转搭转搭 你往不换 你的汽车 时间长了 每一个人间都会坏 大家明白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不要生气啊 气足病来无人体啊 一生气就生病啊 气过头来生恶病 你能知道不知道 所以啊 要懂得 那么台长呢 告诉大家 妄念啊 就是经常想不好的事情 想不到的事情 你拼命去想 就叫妄念 还有贪念 这些都是贼啊 啊 贪念是什么 大家知道的 明明得不到的东西我想去拿 我拿不到的事情我想去拿 啊 这就叫贪念 所以 妄念就是 我今天想做六个财 明天想发财 我最好 老虎鸡去赢一大笔钱 或者我最好 看见人家 在 书云会里拿钱的时候 最好 我能够 一下子 人家的调研进行出来 啊 人的心理就是这样 所以 这些都是贼啊 而我们现在的人是任贼作火 哈哈 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都以为自己的好的东西 明明得不到东西我非要去得 明明不好的东西我非要去 很啊 去去去真实 明明知道这个人 就像是说女孩子啊 她家宅的 爸爸妈妈都知道她说你不要去找她呀 那男孩子不好啊 又出院又喝酒 我还想说你活呀 不要管 我一直在打 你再想她 再想她 再想她 跟着她 你一直想想她 明明知道不好的事情 明明知道她是货费 出大事情呢 她就来一下 这样的时候呢 再自己抽一杯吧 所以人家猴啊 人家劝你的时候不要不停啊 还咋 还好今天有这个公园 所以很多人就相信 我要是没那个工人 很多人在听自己 而我不相信 啊 台长呢 今天呢 看到还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 台长呢 没有办法 当会呢 只能把自己的公园 再拿出来的样又样给她来看 当初给你一点颜色感 我那一天 我那一天 在悉尼开联谊会的时候 还有一个台湾呢 还有一个 那个朋友 挺好玩的 我跟她讲 我说 啊 给点颜色感 你知道 那个台湾人说 柔台长 什么叫颜色 她真的不知道什么叫颜色 那台长呢 就告诉你们 要相信 啊 台长呢 在 啊 在 有一次节目当中 就是最近啊 有一个女士呢 她呢 脖子上 就掌握线 你们知道 她叫台长看肚腾 我一下子 马上两秒钟 我就看自己身上的东西在哪里 那么眼睛很干 而且这个女士呢 讲话 就是没有 没有边缘的了 结果那台长呢 当时呢 就当初 第一句话就说出来 你有这个话 你们大家试一下去听听看 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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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听一下 你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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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说的都是你一个大位 一步大位 跟医生说你这个 画面的看起来 在两个妙中就看出来 你是不是在看哪里 你会有大型的 学院会有些小毛病 你会请要他们的学院 要的体系 要的影响上的一些 生理性的体系 你明白吗 对对对 看我那个 分研究一下 就是小毛病 是吗 那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就是出科 那不是太好了 不可以 自己的东西 还有脖子上也不好 那你记住了 就是喉咙这个地方 那我去看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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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明白吗 咱们要记住你的眼睛 睛都会干 对 还有你要记住 你有种假话 就是这种东西 对对对 因为你找了 走 对对 走得去 对对对对 你不记住 我 还不记住 唉 好啦 呼啥 你们看我弄像台上 给你们ص的 咳嗽 对 很多人就是要来看看 台上是怎么讲 我当场 当场给你们的颜色看看 你们只要在这里一站 讲给我听 数什么的 几几年数生的 我可以把你什么都讲出来 还是该讲的讲 不该讲的就不会讲的 明白吗 因为有些人 不喜欢 他什么都讲出来 有些 还想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 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菩萨 永远是保护那些 很帮助自己的人 你们今天所有来的人 都是让你帮助你们自己的 如果很多人 还敢跟他说 大家都人在这个方向他说 还要很高 一点点击他做好人 他做好事啊 少是分心啊 你们想想看 如果这些人说 我不要 我无所谓 这个人他连个自己都不要人帮助的人 你说菩萨 能帮助他吗 所以菩萨一定是帮助那些 很让大家帮助他的人 那么实际上 世界上的一切现象 一切现象都是我们的牢运 你们想想看 我们为了哪一个房子 我们付出多少 台湾飞进 碰到我们悉尼的一对老夫妻 他告诉我说 他们两个都生了严重的病 一个呢 医生说还有半年时间 还有一个呢 医生说他还有将近一年半时间 两个人都不行了 他告诉我们说 年龄他一定不大 也就是五十六七岁 他说 他告诉我 我这个房子还有三万多块钱 大概就要还完了 你想想看 咱们两个人为了买一张house 还了一辈子 打工了一辈子 他们马上就还完了 他们的命就结束了 就是念这么一句话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那人不就是跟鸟一样的吗 你才能看我们的父母亲一辈子为了赚钱把我们养大了 最后就不能离开我们 留意要花策给我们 你还不如让父母亲好好地活着 我们有个人可以孝顺孝顺 有个妈妈有个爸爸可以在身边的 对不对啊 你让他爸爸妈妈为了我们不出多少 现在我们又是为孩子不出多少 想想开了 真的孩子我们还得已经够多了 我们已经还得差不多了 我们要为自己想想 我们今天活着实际上就是对大家不好 如果死了就是对大家不好 大家想想如果福布斯今天还在这个世界上 说不定这个福布斯 他能够再找一个波罗出来 他后续是平坊了 对不对啊 他说你把波罗也研究出来了 多有点好 实际上人不要这么召叹自己啊 要懂得要救救自己 要懂得能够让自己能够明清见性 要开幕 就是明白自己的心啊 我们人的毛病就是拼命地想得到 我们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总也许是好的 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了 没有时间去解锁他 等到你也没有时间跟他生活在一起 等到你有一天你了解他 实际上你发现他并不像你想像他这么美好 这就是人的毛病 在没有看到你的汽车的时候 非常喜欢这个汽车 希望他能够感到他 等到开了一段时间了 觉得这个汽车力不好 不如每个车 不如每个车 人对人的感情也是这样 今天能够在一起 你永远不会感觉他好的 你们去台湾去的例子 你们每个人都带一个戒指 甚至他挂一个项链 你们每天挂一个项链 戴这个戒指的时候 你们时间刚刚买上去 戴上去的时候觉得他很良好看 看看人家是不是看 手上好像感觉很舒服 很多一年戴下来的时候 你永远会觉得是戒指太多 你们结婚的时候 也是这样 你们自己的孩子在里面也是这样 你们开始的时候 觉得妈好的孩子 过一阵的时候 孩子对你好 你不会觉得孩子对你好 老公老婆对你好 你不会觉得他对你好 你觉得这是应该的 习惯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庭 不然会走这样的原因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应该 不应该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果 你欠给人家 你一定要还 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道 所以台上呢 跟今天呢 跟大家讲呢 富贵贫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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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 你们经常看见这人很有钱对不对 等到他一直有钱一直有钱 人家说一句话到过去三代 等到一直有钱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 投资了某一件事情 或者改淘换贷 他是什么人 所以这次就讲 付到几点了 你就开始拼命了 很多人 一直很穷 拼命的为了罢工挣钱 他就开始拼命的 做做做想赚钱赚钱 实际上他就拼到了几点了 他才能转为富裕 你见到了几点了 你才知道高贵是多么不容易 你跪到了头了 你接下来就成为接下车 你们看看这些贪官 富贵吧 神经都在十几万 深谋海间 什么东西 跑到外面 大乘小硬的 最后 建了 挂一个牌子 贪官 墙壁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最近有一个女的 她们叫做土地 小孩 你们看过新闻吗 是中国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成立的一个官 这个女的这个官 他就利用 他是土地 就是土地区的 他就利用土地 他赚了 几百个亿 这个人 利益之情 墙壁 所以 新华社会的发一个消息说 土地区的没了 大家想想看 一个人贵不贵 贵到最后 减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 你今天 你把自己想一想 你今天所拥有的 可能你明天是没有的 你今天没有的 可能你明天会有的 你今天不知道 明天可能就知道 所以人要懂得珍惜呀 你就是今天台长一起来接个软饭 跟台长交朋友 那你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台长跟你们讲的这些 都是你们家里 夫妻期间 都会讲的 我跟你们讲的这些 都是因为我的眼睛看到 我昨天跟他们开心的时候 我讲 有一位小铅人走到我这里来给台长吃喜唱 就是我的节目主持人 罗台长啊 我们结婚了 哎呀 哎呀 公式公式啊 你们要白白 我就不讲白 因为白就要好的 因为我的眼睛开始介绍 他们最多三年二十年 要有低调的 你说我怎么白啊 白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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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大家明白吗 我这个眼睛实际上也算麻烦了 我看到很多东西 我不讲到憋着自己 有蛮难受的 我有时候看见很多东西 我很喜欢讲的 你知道吗 讲的也不好 不讲也不好 你们知道吗 上个星期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人家叫我看看 他家里的一个亡人 是个医生 结果排场呢 给他看了 看了这个呢 我说哎呀 你这个做事的人了 活着的时候 你朋友很多 还去消了火 啊 电话被我也看出来了 我再把话里讲过来了 大家一家里开始听听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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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jo? 阿門? 每天? 5天? 5天? 6天? 阿倾 никогда不回覆你 你是不是? 啊 在那里的那里有成绩了 我在那里的那里 就是你的那里 我等你到底是不在那里 那是那里我才知道 不在那里我就想你 我先不在那里 那就是这个 那就是这个 我这样就找到 那是我去的 童谣 足道 ara 水 水 鸟 倒 水 水 水 那你真是太迷人了 所以啊 你就是说 我现在说我是说我没有理想 因为你会说 但我问不过了我问不过了我 你不是说我管哪是否 我问你一些 你就是说 那我现在在山上来 都想听话才可以听 你可以先先来 Clone 你是指导的 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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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在我在家 我生在家 当中心中心感到这儿也没办法到 对我们啊 但是 好了 他会在学校里 还会在学校里 学校里 还会在学校里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放 哈哈哈哈 所以如台朋友 看出来就讲出来 真的不好啊 所以告诉大家 我们学博 应该学会什么 很多人经常到台上 这里来讲什么话呢 说如在讲啊 你知道吗 人家诽谤我啊 我真的很难过啊 你要知道 用教你们的方法 人家讲你不好 诽谤你 你用什么最好啊 用沉默 为什么啊 菩萨教人就是要学会沉默 沉默就是不理他 人家不理他 是对他最好 诽谤人家反击 所以不要去 经常人家讲讲就笑 讲讲就笑 不要去睡觉 没有的事情 过一阵子就没了 大家明白吗 所以人家要学会菩萨 成根气 要有人心 要成根气 啊 再讲啊 另外呢 我们再讲啊 所以刚刚讲到 因为呢 我们做人呢 很多人呢 很多人呢 在学 我们的学生会问他讲说 啊 我再讲 过去啊 现在你们都是有修的人了 而且人说 哦 你说要吃素对吧 啊 那植物也有生命的呀 那你告诉我呀 我再讲 那植物也有生命 那么 这个植物有没有吃到 其实再也有没有吃咯 实际上植物这个生命的地理啊 佛教啊 就是释迦牟尼佛啊 指的是五蕴之生命啊 五蕴之生命是什么呢 就是四五蕴之天啊 还有四蕴之天的一切有情的五蕴众生 它称之为有生命的地理 而我们有一蕴之天是像这种植物 它是没有生命的 所以生命它是不存在的 细菌也不存在生命的 细菌是实在没有在的 实际上开始想想 一碗水里面 菩萨说这瓶水里面 有八万四千个细菌在里面 你们知道吗 一定都过滤水之后 这个水干净了 那么说不杀生 实际上像这些都是属于五蕴之外 所以它不存在生命 所以不存在杀 所以有些人不懂的 还要把这些墙子 过里来给你墙 这太难了没办法 所以大家先来看一下 生命 定义 还有家庭 实际上家庭分成四种家庭 你们都不知道 四种什么家庭 一种是叫光明家庭 这个人的家庭叫和睦 大家比较开心 叫光明家庭 还有一种家庭叫有和月家庭 就是和月 和颜绿色的和月家庭 就大家配合得很好 老婆老婆孩子都配得很好 还有一个古老家庭 还有一种叫黑暗家庭 因为想想看你们属于哪个一种 你们就知道了 实际上这些都能转变 每一个人都能转变 我今天为什么苦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想开 没有想空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想得通就有救 想不通就有救 你们今天来的人就有救 不来的人就有救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来的人他能够听一听台长讲 能够心理想一想 明白什么道理 不来的人啊 天天长还是在家里 要苦的继续苦 要繁荣的继续繁荣 要继续难过的继续难过 没有自己过的人不穷 所以台长给大家讲 希望大家无论如何 要能够想通想开 无论如何要明白 我们活在人间真正的真理 另外台长告诉大家 明年会有很多的麻烦 我不愿意预测一些东西提到 告诉你们 但是我告诉你们 会有很多的麻烦 你们如果只要注意一下 就知道 现在的天灾人祸越来越快 现在的好人 很快会越来越好 一念一念又好 现在的坏人 死起来越快 所以我希望你们真的要做好人 不要很坏人 你们要进步吧 你们的良心过得去 你们就是好人 你们做每一件事情 要过门自己的良心 如果你真的良心过不去 你就是做了一点不好的事情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去 实际上台长和摩尔本的人 真的就是和老师和好 很多摩尔本的人到悉尼来做生理 摩尔本的公司 都说悉尼的人很坏 比我们摩尔本的人还坏 我们摩尔本的人老师 实际上台长告诉你们 真的摩尔本的人47年老师 你们知道有个台长在 帮你们擦学啊 因为摩尔本的硬气比较重 这个啊 所以摩尔本的硬气中的话 相对来讲 女人都比较强 跟布里斯本一样 明白吗 所以我告诉你啊 布里斯本也是女人的 连崇敏都是女人的 哈哈哈哈 澳大利亚本来就是 女生娘出来的 所以澳大利亚崇敏 现在也是女人的 有一个人问我说 我看了很多的网站 他们说 有阿修罗号的人已经到了人间 有很多天上的外星人来到人间 有没有啊 我不知道 我叫你们看看我们的聪明就知道了 他们刚刚有点像一下 天外人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看一看 美国的 那个 那个洛杉矶的这个省大 啊 斯瓦辛格 你看看他像不像外星人啊 哈哈哈哈 他是不是现在控制的权力啊 还有那个我跟人讲 你们看一看 几类很有钱的人 头大身体小 哈哈 你们看看 开头的人在那里面 电影都是大头小身体 看见了吗 对讲的 头大的人很厉害啊 啊 所以这些呢 只能几公尺 好 哈哈哈 台长呢 台长呢 很愿意呢 跟大家呢 多多的招朋友 实际上呢 你们来的呢 就是开心点 今天为什么呢 我开始不让你们笑的太开心 你看看 他有个笑 因为问问题的时候 台长会让你们笑 第一次来 台长讲一句 你们笑一笑 讲一句笑一笑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我就要跟你讲个正规的事情了 啊 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你们都不了解我 我太紧张 跟你们讲的太严重 太严重的话呢 你们今天不来了 你们告诉我 今天是有很多 我上次都来个了 对 对 我就告诉你们 好好的学 好好的奔赞 观世菩萨 有什么不好 又不要怎么花钱 有什么都不要 念念定的 工作好的 生理好的 学习好 家庭好的 有什么不好啊 这么好的事情 你说说谁能做啊 我告诉你 对着对方看 一个老板肯定不好 要把你取 把你卖的 一个老板 一个同时就对着老板 一个老板最后就看见了 一个不假的 一个同时就不把他解除你公子 就是不把他取消公子 你说有什么不好 老公 跟老公 吵架的时候 老公就听着老公 嘴巴 他的面 老公 在不认身 說 本人 老公 不好 要有什么不好啊 我昨天还在讲我们心里五个小朋友的妈妈 写了一个感谢心给拍摄 五个小孩子全部考虑 精明班呐 欧心班呐 你们想想看这些小孩子平时用功 但是一年纪之后 到了时候用功的东西全想出来 很多人不见识的小孩子平时很用功 到了考试的时候 哎呀我好像做过这把批准了 我想不起来了 他都没有这个成绩啊 真正灵啊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不把自己身上的毛病去去掉啊 为什么不开心一点啊 我就是来让你们开心的 上海人叫寻开心 寻找开心 没办法 就是让大家身体好工作和学习好 你们可以试试看吧 有多少人 你们知道现在全世界跟他太党 那也将近三百万人啊 台南都不认识他太党 台南都不认识他太党 他们就是从摩克上 跟网上 从书啊 他们看到的这些 他们就照着做 做了之后 没有一个不灵的啊 你们今天回家试试看 灵不灵 背后想出来啊 大家记住啊 啊 月电机 人会漂亮 你们经常献花的人 人会漂亮 他们给台上献花了 回去往这儿唱 这开玩笑 经常要你这些菩萨献花 人会越漂亮 经常在菩萨的佛台上啊 经常去献油啊 饭油啊 和你公圆油灯啊 你知道眼睛会好 很多青光眼 老妈眼 金石眼 老妈妈眼睛不好了 经常去菩萨添油 我告诉你 你一天一天 你一天一天没有得到 这都是菩萨所有的 你们大家要相信吗 还有 你们从一件事情 零不零怎么办啊 你们想要想快点啊 不要扔车了 买一点水果 水果供在菩萨那里 供果供果 实际上就是个果啊 就是英国的果 你如果供上去之后 你很多事情会很快的 我曾经在悉尼 一个人也就是生风想快一点 除了年龄之后 他们如台湾 还有什么办法 那个生风早一点拿到 我跟他说 你不同的 每星期共两次共五 结果他就坚持 三个月 比人家拿得更快 去拿下来 真是零吧 零到这里 大家要相信啊 台湾呢 当然啊 很精彩在后面 就是要帮大家 在当场看出的啊 当场看出的就是你呢 你什么都给问 你的生活 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你身上有什么病 台湾都会当方 帮你讲出来 或者你身上有什么不好的 公司啊 房子盘啊 什么东西 台湾都能帮你当场讲出来 但是要记住啊 一定的面经 因为面经 我就能帮你看出来 那么如台上变得算一千 啊 我不干 大家听了吗 实际上 台湾就是一段落 而你们看出来 不是目的 目的是让你们改变 希望你们好起来 这是我的目的 你们看 你们每个人家庭都好了 每个人生活越来越好了 台湾到你们这里来很容易的 我就经常来 如果你们不修好的话 你们全部都回来了 好了 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那么有一个人发言 之后呢 台湾呢 擦把汗 喝点水 啊 接下来 就给大家 先让一趟 刚才给你们看 照你们啊 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好 谢谢大家